时间已经来到了早上8点42分 我们进入早晨聚焦 每年的两会啊 明星代表和委员都会成为媒体追逐的焦点 只要他们一露面 各路媒体都会蜂拥而上 今年也不例外 就在3号下午政协大会召开之前 人民大会堂门口的广场又成了媒体的追星场 赵本山姚明都遭到了媒体的热情围堵 对于这种现象呢 近年来也不乏谴责的声音 认为记者不应该为了吸引眼球 疯狂的追逐那些明星代表委员 应当更加的关注两会上 代表委员所关注他讨论的焦点问题 距离下午3点的政协大会开幕 还有一个多小时 各路媒体就在人民大会堂门口摆开了阵势 静待政协委员的到来 下午2点多 政协委员开始陆续抵达 第一位委员刚踏进广场 马上就被记者们里三层外三层 堵了个严严实实 记者围着包围圈绕了半天 甚至都没有看到这位委员的长相 这个包围圈还没有散去 广场的另一边又热闹起来 政协委员赵本山出现了 本山委员的经验明显更丰富 左突右躲 想要绕开媒体的包围 但记者们显然不会轻易放过这个机会 双方你来我往十几分钟之后 赵本山才终于突出重围 下午2点40分左右 大会就快开幕了 委员们也都来得差不多了 但记者们显然还在等待一个大明星 姚明刚一出现 众多记者便以刘翔的速度冲了上去 面对这样的情况 姚明也只能露出这样一个无奈的表情 身大力不亏 姚明的行进速度显然要快很多 最后在上百家媒体长枪短炮的注视下 姚明终于走进了会场 事实上这样的场面并不显见 在每年的两会都会出现 对这种现象近几年来也不乏谴责之声 认为记者不应该为了吸引眼球 疯狂追逐那些明星代表委员 应当关注两会上代表委员们 所关注和讨论的焦点问题 面对媒体的高度关注 明星委员也都面临了很大的压力 莫言在面对媒体的围堵时 就曾经说过 必须调查研究 不能随便回答问题 而刘翔在当选政协委员之后 由于没有提案 饱受争议 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之下 刘翔在2010年提交了自己的提案 因此也有另一种声音 认为媒体的高度关注 对于明星代表委员来说 也是一种促进 对于明星代表委员来说